所有的痛苦的根源在哪里呢 佛告诉我们 这痛苦都是 不是神外的东西带来 而就是我们自己 就是一个内灾的因素造成的 这内灾的因素是什么 内灾的因素就是执着 虽然讲了很多 但是最终就是执着 这个我们很多人也有这样子的经验 比如说我们对任何一个神外的 比如说自己有一个很喜欢的东西 衣服也好 或者是收拾也好 那越执着越喜欢 然后就是对他的执着越强烈的话 他跟我们带来的痛苦就是越强烈了 越是对这个痛苦没有什么执着的话 没有什么执着 就是无所谓的这种态度的话 那他对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影响 就是不是说没有影响 但是这影响很小 因为他对我们的影响不大 所以他也不可能给我们带来太多的痛苦 所以都是执着 执着人我之和发我之 所有烦恼的根源 所有烦恼的根源 我们认为就是所有烦恼的根源 就在外面 比如说我们认为 好的东西对好的东西有执着 对没有不好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石头泥巴砖头 对这些东西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执着 我们认为因为黄金和金钱跟这个砖头 它实际上有差别 就是实际上就有差别 所以我对他们的执着就是有差别 当然这样子说的话 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我们把这两个金钱 跟比如说普通的砖头之类的东西 如果这两个东西我们都不执着的话 它虽然是它本质上有差别 没有差别 我们先不说 如果这个人不去执着它的话 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 带来的幸福也好 给我们带来的痛苦也好 完全是一样一样的 砖头跟黄金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痛苦也好 幸福这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也过度的去执着 执着这些东西以后呢 执着了以后呢 越有执着 就是越想得到这个东西 越想拥有这东西 越想得到越想拥有 就是越就是要去 去这个奋斗 就是那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呢 也越去追求 越要去追求 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 那就是就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 痛苦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对这个 这些东西啊 身外的东西 不是说不能 不是说一下子就 不要有任何执着 这个我们大家都做不到 但是有过度的执着的话 那就是跟我们带来太多的这个 痛苦 太多的痛苦 本来我们为什么要去执着这个 为什么去追求呢 我们希望啊 通过就是我拥有这个东西以后呢 我就是能够得到一些幸福 我们是为了得到幸福啊 去追求 但是呢 这个啊 没有得到 没有给我们没有带来啊 没有带来真正的幸福 而且就是去追求的过程当中啊 带来了这个无数的痛苦 不仅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痛苦 而且造业 以后就有更大的痛苦在后面 所以如果对这任何一个东西啊 有过度的这个执着的话 就是有很多的痛苦 指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以去过度的去追求 这个是肯定了 过度的去追求 过度的去追求的话 那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的 比如说啊 我们每一个人都去追求 像每个人都拥有两三套房子呀 每个人都拥有这个好几辆车呀 然后就银行里面好大一笔存款 每个人都去这样子追求的话 那就是啊 在过五十年以后 我们地球人就超过 我90亿或者是100个亿 那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的话 这个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这么多的这个资源呢 就没有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就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人就这个时候 只有去挑战自己 说服自己 这样子才能够 人才能够活得下去 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 就是会 如果 过度的去追求的话 最后就还是要到 这样子的地步了 这是肯定的 所以佛就 告诉我们 是什么呢 不要去过度的追求 不要去过度的执着 他不说 不要去追求 不要去追求 做不到 先说不要去执着 不执着就 自然就不追求了 如果执着的话 执着就是赢 追求就是国 从赢 从赢 这个地方要去解决 要不然的话 是不可能了 所以我们呢 要不是说 完全不执着 这个我们大家 反复啊 反复 对神外的东西 或者是这个民离 自然而然 就是会有这个执着 这个做不到的 但是呢 适当的 去这个 放下执着 禅宗里面 天天讲 放下放下 但是说放下 就能放下 没有那么容易 怎么样去放下 放下 要放下的话 怎么样去放下 原来我不放下 我执着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看见 这些东西啊 给我带来一些 这个心腹 所谓的心腹 所以我去 我去追求 我不放下 如果现在我要 要我放下的话 那就是也要一个 我要看到一个 它的利用 我为什么要放下 我为什么要放下 我要有一个 更有说服力的利用 我才可以放下 那要不然的话 我们是不会放下 那利用是什么呢 利用就是 当然有很多理由 我们可以从很多的 角度去这个思考 这个里面讲的 因为这些都是假的 所以就不要这个 过度的执着 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啊 做错一些事情 或者是就父母呀 亲人死了 那就是在梦里面 痛哭万分 那样子的时候呢 突然间这个心过来的时候 这个梦里面的这现象 它也就不存在了 然后就这个痛哭 也跟着就不存在了 心里面很高兴 心里面非常高兴 原来就不是我做错事情了 不是亲戚 不是父母死了 就心过 我原来在做梦 一下子就很高兴 这个是什么呢 因为刚才的东西 让我在做梦的时候 一样的很真实 所以我很执着 所以我很痛苦 现在我立即 心过来了以后呢 我不痛苦不执着 为什么我知道 这个是假的 我知道这个是假的 所以我不痛苦了 反而高兴了 就一样的道理 我们就随着了以后 这个做的梦 这个叫做小梦 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 就是大梦 什么时候能够心过来 也许永远都心不过来 也许如果真正这个 像佛的引导 就往前走的话 也许很快就可以心过来 这个我们就是 以前也讲过 我们学佛 就是将人的感受 将实实在在活生生的东西 就是像我们吃饭 天饱肚子一样的 真实的东西 我们不说是 深深迷迷的东西 看不见的摸不着的 不是 当然我们不修行的话 这个当然看不见 比如说我们正常的人 可以看得见 这些物质的颜色 但是什么 他看不见 他看不见 等于不等于 这个不存在 也就是这个 我就是说 修行的人 他能够感觉得到 这个是假的 跟晚上做梦的时候 是完全是一样的 他感觉得到 我们感觉不到 为什么我们不修行 我们感觉不到 这个不等于 这个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不等于 为什么我自己不去 不去 不去修 当然感觉不到了 就是我们像色盲一样 当然感觉不到 这个他是假的 真的 我们感觉不到 我们一直都认为是真的 这佛教的这些道理 就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从总的来说 比如说这个整个人类 地球 环境 资源的角度来说 也是很有 很有勇的 从一个个人 一个校空间 一个家庭 或者一个个人的生活来说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重要 比如说我们 过度的去追求 这些东西 一生都是去奋斗 奋斗 我们需要 希望得到一个结果 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幸福 但是呢 我们经历的所有东西 都不是幸福 都是痛苦 那这个痛苦 一直都是痛苦 那这个结果 什么时候用 就没有一生 就是这样子过去了 到死的时候 也没有得到什么 没有得到什么 这个 这个幸福 所以就是 临重的时候 也就是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生活 不满 仇恨 就这样子去死掉了 人的真正的生活 就不是这样子了 人的真正的生活 就是相对 就单纯一点 扑术一点 这个当然不等于是 像米拉尔巴这种生活 相对来说 就是单纯扑术 少于资助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就去学一些 像这个培养 培养什么呢 培养处理心 培养慈悲心 关怀一切众生 为一切众生的幸福 就能做多少 就做多少 奉献 这个实际上就是 人的这种 这个人的这种 真正的生活 就是这样子 但是呢 我们的价值观 从根本上就这个错了 错了以后呢 这个就是 就受到 严重的受到 就是西方文化的影响 这样子以后呢 原来国去东方 就不是这样子 都不是 我们看到这个 还不到一百年前 罗书 哲学家罗书 他写一本书里面 就讲中国人 中国人是什么样子 就是他讲的都是 就是跟我们现在的 这个西藏人一样 他说的都是这样子 国去东方都是 都是绝大多数 都是这样子 人就是比较单纯 比较扑术 然后就是 就很讲这个道德 伦理道德 这方面就非常将就 人讲 就是这样子 但是呢 后来就是 就受到这样子的 这个影响 以后呢 现在 我们什么都不讲了 就是就讲钱 只要有 只要能够挣到钱的话 就什么都原意 今天我们的价值观 就是这样子 那钱真正带来的 新富 有没有新富 这个我们现在还 极少数人以外 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步 西方发达国家 有些人就是 已经到达了这个地步 他觉得钱 不能给我们带来新富 原来的这种 这种这种 新富的这种观念 是错误的 寻找追求新富的方法 是错的 半个世纪当中 很多人去 很多人去研究 数据最后告诉我们 都是错的 那这个是我们的结果 这个是结果 在这样子的 这个过程当中 每个人都是 一代一代 就是生命 在这样子的过程 追求的过程当中 结束了 这些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些都是一个 就一个字 就是一个字 执著 就执著这两个 禅宗里面将放下 就是这个原因 不要那样子执著 要放 能放多少 就放多少 房侠呀 看破红尘啊 四大街孔啊 等等 今天的人 就是把用这些 这些这些词来 用这些话来 讽刺人 挖苦人 就是一个 作为一个这样子的词 就是作为一个 这样子的 话来看待 但是实际上 现在的人 根本不知道 他真正的 这个里面的内容 所以我们今天 今天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呢 就是严重的 就是 污染 就是被其他的这些 价值观 那污染了以后呢 我们的这个价值观 就是完全就不是一切那样子 错了 错了以后就非常的去 过度的去执着 这些东西 过度的去追求 追求了以后呢 就破坏环境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问题在后面了 佛就是这个 光是从 仅仅是从 现实生活的角度来 说的话 这个一定要这样子去看 要不然的话 以后就是没有办法了 所以 这个是很重要 刚才我们说的 从生以地的角度看 这整个世俗地 都是 都是 不了疑的 因为它不了疑 所以就是 不要去相信它 不要相信它 但是不要相信它 我们还是要生存 还是要生存 生存还是需要有生存的条件 条件是什么 条件就是钱 没有钱 怎么样去生存 说回来 还是需要钱 这个当然了 我们余界的终身 善界当中的余界的终身 当然是需要这些条件 但是 这个真正的 一个人的生存的条件 就根本不需要 现在我们 就 那样子去追求 根本就不需要了 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 根本就不需要那么追求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 我们 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 以前我们讲过了 佛教徒的生活末世 原来我们讲过 这个是极符合 佛的这个意思 有符合这个科学 所以我们生活 就是要这样子生活 我们要这样子生存 这个是非常好的 要不然的话 这个 我们 那口头上 就口头禅 说一切是空心 不执着 放下 等等 但是呢 还是跟其他人 一样的去执着 一样的去执着的话 一样的去追求 肯定是了 一样的去追求的话 一样的会痛苦了 一样的会把生命 就会浪费掉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在这个里面 佛告诉我们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从生一地的角度来说 一切都是 佛说 轮回 因果 世界 宇宙 佛经里面 天文 地理 这样很多很多 但是呢 这些都是 都是假的 这个假的意思 就是说 从生一地的角度去看的话 这个是假的 这样子 第一个 就是不符合道理 凡是不符合道理的 这个景点 都是不了意 这个是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 第二个是 这个叫做 这个必要 也叫做目的 可以这么说 那既然是 这个是假的 那佛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 他有目的的 或者是 有这个 有目的 或者是有必要 有必要这样子讲 虽然它不是真实 是假的 但是呢 有必要 有需要 必须要这样子说 必须要这样子说 刚才我们讲的 明明知道这个 签呢 是不存在的 我们不认为 签是实有的 都知道 签是 金签 是空心 但是还是要去争签 这为什么要 因为需要生存呢 需要生存 所以就是 还是要去争签 这个是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还是要去争签 同样的 佛也就是 指导 这个一切 都是不存在的 但是呢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说 还是要说 这个是存在的 因果存在 轮回存在 出离心需要 菩提心需要 都需要 实际上 这个真无空心 再从空心的境界 生一地的境界来说 都不需要了 但是呢 因为我们 没有那么高的境界 所以 还是要说 这个是 还是要说 这些都是存在的 就是这个 必要 这个是第二 就是 有这样子的必要 这是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 是什么 第三个条件 这一切 都要有一个 荣医 或者是 这个照燕殿 佛 比如说 佛说 这个照燕殿 什么叫做 照燕殿 比如说 佛就是说 这个轮回 因果不存在 实际上不存在 但是佛说 轮回 存在 因果 存在 那佛的照燕殿 是什么 佛的照燕殿 就是这个 在我们不观察的时候 是存在的 的确是存在的 所以 他是从这个角度去说 存在 照燕殿 是这个 就是这个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但是呢 不观察的时候 在我们的 焉而彼此神 在这个范围当中 他是存在 这个是他的照燕殿 那 那有什么需要呢 为什么要这样子说 如果说 有轮回 如果说 有这个 这个 这个 呃 呃 营过 还有所有的 这 比如说 就说 我也存在 啊 终生也存在 然后痛苦 幸福 神祸 啊 等等 一切都存在 哦 那样子讲的话 嗯 然后 大家都知道 有痛苦啊 也有一个心腹 所以我们希望 脱离痛苦啊 希望这个 得活得 这个心腹 所以我们要去奋斗 哦 就是有 这样子通过这种方法 每个人都可以解脱 这个就是佛的 这个 啊 佛的这个 呃 需要就是这样子 这个叫做 目的也叫做 需要 呃 凡是 呃 凡是这个 呃 呃 不了意的法 都要具备 这三个条件 啊 以后 你们自己去思维 任何一个佛经 可以自己去 呃 思维 这个佛经 具不具备 这三个条件 啊 只要 只要 只要具备 这三个标准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 嗯 不了意的法 啊 这个都是不了意的法 嗯 那不了意的法 实际上就是 佛就是将一个 不存在的东西 跟我们将是存在了啊 啊 那这个跟亡语 有什么差别 嗯 那那到佛是不是撒谎呢啊 啊 撒谎跟这个有什么差别啊 啊 有差别 嗯 这个佛经上 呃 是有 有有这个文打的 那这个 布料以经 和这个亡语 有什么差别 嗯 嗯 呃 差别是什么呢 亡语 亡语是什么 亡语也是说 把没有的东西 说成是有 啊 或者是把有 有存在的东西 说成没有 这叫做亡语 嗯 但是呢 亡语是欺骗人 为了自己的这个 这个目 目的 啊 欺骗人 这个叫做亡语 嗯 这叫做亡语 所以啊 因为亡语是为了 达到自己的一个 目的 去欺骗人 他因为是一个 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我们把它归纳为 啊 这个不善 是不善之意 嗯 那佛刚刚说的是什么呢 虽然佛说的也是啊 也是不存在的东西 啊 说成是存在了 嗯 但是不一样是什么呢 佛是为了引导 啊 引导终生 啊 我们现在 没有办法 这样子 啊 比如说 啊 你把生意地跟世俗地都不分啊 啊 就是只有一句话 把所有都否定了 什么都不存在 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是第一个啊 啊 这样子的话呢 那就跟这个外道啊 的这个断肩啊 是一样的 是跟断肩是一样 这样子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像学佛啊 啊 啊 这个 这些都是不存在了 嗯 不会学佛了 不学佛 谁也不会解脱了 啊 所以佛就是 这是引导啊 实际上是真的是不存在的 佛这个是说对了的 嗯 但是呢 啊 我们暂时啊 只能说 暂时只能说 这些都是存在 那因为我们的境界还没有那么高啊 如果我们的境界也就是像佛的境界那么高的话 那就是不需要去分这个生意地和实俗地 就是一句话说这都是不存在都是空性啊 这个话一点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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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但是呢 我们的啊 我们接受不了啊 明明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现实生活的现象啊 所以就是不能这样子否定 所以佛就是暂时就是说啊 存在 因果 轮回 啊 还有很多 这些这个世界啊 终生 六道终生 都是存在的 这个暂时啊 只有这样子说 嗯 这个是为了引导 为了引导 佛是 佛就是为了为了引导我们 但是这个引导呢 只有这样子引导 那我们把生意地实俗地什么都不分 就是说一句话说 一切不存在的话 那这个我们啊 没有不能达不到这个境界 所以佛还是保留了一点啊 就是为我们保留一点 保留什么呢 保留实俗地 那暂时是存在的 在我们的境界当中 它是存在 所以就是佛说啊 因果轮回存在 嗯 这个是引导 就这样子 只有这样子一步一步 逐渐逐渐的引导啊 否则的话是没有办法 利益终生 就佛自己的境界 那样子去讲法的话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利益终生 嗯 所以啊 这个是跟撒谎 跟这个两个是这样子的 不留意是这样子的差别 这个是啊 不留意的啊 不留意的这个经 不留意经的三个标准 三个标准 好 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 三个标准当中的最重要的 还是这个不符合啊 不符合时机的 嗯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啊 就是用 从现在的这种 从从 从这个现代人的说法去说到 从 用现代人的话来说的话 这个我们佛经是非常科学的 嗯 只要不符合这个真实的东西 都归纳为什么 都统统归纳为不了意的啊 只要不符合真实的东西啊 啊 不符合我们的眼耳鼻色也好 不符合逻辑也好 不符合科学也好 呃 反正 总而言之 不符合真意的啊 所有的这个佛经 都归纳为啊 都归纳为这个啊 都归纳为这个啊 不了意 嗯 不了不了意的经啊 我们不承认 他这个里面讲的是实事 但是呢 佛就为了度化一些个别的人啊 就是佛有目的 啊 佛有照颜点 嗯 然后就是这样子讲的 嗯 但是他这个内容是不是真实这样子呢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永远都是佛经里面 他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标准啊 永远都是 不是 凡事不符合这个真实的真理的东西 我们永远都不承认了啊 就是这样子 这个非常重要了 所以佛教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用现代人的话来说的话 是非常非常科学 只要不符合这个真理的 全都是啊 全都是这个 呃 归纳为这个不了意了 就这样子 呃 这是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啊 那刚才我们讲的是这个不符合啊 圣意地的道理啊 另外一个是不符合世俗地的道理啊 这个道理有两种不符合世俗地的道理 嗯 不符合世俗地的道理是那什么呢 色俗地是我们的这个啊 呃 呃 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接触到的这些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现象 啊 那还有就是这个大的宇宙 小的啊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空间 那这些都叫做这个世俗底 那这个世俗底当中 也有一个世俗底 也有一个世俗底的道理 世俗底的这个规律 自然的规律 有一个世俗底的自然规律 它从这个从生意底的角度看的话 当然这个规律是不存在的 这个规律都是不存在 但是我们就出于世俗底 出于世俗底 从世俗底这个角度去观察的话 那它还是有一个它自己的道理 比如说因果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等等 就是有一个世俗底的道理 这个都是道理 那不符合这个道理的 不符合这个道理的 就佛经里面如果有不符合这个道理的话 比如说举个例子 中瓜是得瓜的 但是如果佛经里面说 中瓜不会得瓜 中瓜会得豆 如果佛经里面有这样子一句话的话 那这个就是 就已经是这个 不符合世俗底的规律 不符合这个自然的规律 因为它不符合自然的规律 所以我们把它归纳为 这个不了一的经 不了一 为什么它不了一呢 为什么它是不了一呢 因为它是在讲 这个时候佛没有在讲空性 如果佛在讲空性的话 那当然从空性的角度都可以否定的 但是这个时候佛讲的不是空性 佛讲的是世俗底的这个自然的规律 但是世俗底的自然的规律 佛在讲世俗底的自然规律 但是佛说的 佛说的 跟世俗底的自然规律是 不符合的 矛盾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 这样子的经典呢 归纳为这个 不了一 为什么不了一 它不符合世俗底的 不符合这个世俗底的道理 所以它是 它是这个不了一 就是这两个 佛经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 有很多 那这个世俗底 这个了一和不了一这种说法 是佛自己说的 还是后来的人 后人说出来的呢 就是佛自己说的 这个四一法 是佛很多佛经里面 讲了 佛自己说 佛 他的佛经就有这个声音 了一和不了一 你们不要依靠不了一 不要相信不了一的法 要相信了一的经典 这个就是佛 亲口告诉我们 佛自己说 他的这个佛经就有这样子 两种了一和不了一 还有佛就是说 那这个了一和不了一的法 谁取这个辨别 了一和不了一呢 他就是说无诸菩萨 无诸菩萨就是 就是这个 能够辨别这个 什么是了一法 什么是不了一法 这个是 佛的收集里面呢 有无诸菩萨 后来无诸菩萨 就是把这个 根据佛第三转法轮 把佛的第一转 第二转 第三转法轮当中 他就去分 那一个是了一的 那一个是不了一的 那第一转法轮 是不了一的法 第一转法轮 是不了一的法 第二转法轮 是讲空心 讲空心 那讲空心的话 这个是 不是彻底的 不是重极的 这个了一 但是呢 这当中也有一部分 是了一的 像无诸菩萨 尊者他认为 这个是暂时的了一 只能说暂时 因为这个里面 只降了空心 如来藏光明的 这一部分 还是没有降 所以这个只能说 是一个暂时的了一 或者是半了一 半了一 第三转法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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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真正的 了一经 真正的了一的经 这个佛 这个戒身密经 是释迦牟尼佛 自己解释 自己的这个意思 那那个当中也说了 佛的这个真正的 这个了一的经 是什么呢 就是第三转法轮 第三转法轮 第三转法轮 整个 整个大藏经里面 整整个这个佛经里面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经是 否定三转法轮 是了一的 没有一个经是说 三转法轮 是不了一 所有的佛经的 这个佛经里面 就讲这个 了一不了一的时候呢 都说 都说三转法轮 是这个 了一的 三转法轮 就是了一 这是无诸菩萨 他也是根据佛经 这样子分 了一和不了一 三转法轮 是这样子 那三转法 那这样子 那这个 了一和不了一的 这个两个经当中 佛经里面 就有一个 有一句话 很著名的 这里面就是讲 凡是讲空心的部分 都是这个 了一经 凡是讲空心的经典 无论是在第二转法轮 当中也好 第三转法轮 当中也好 这个都是这个 了一经 凡是讲人 自我 还有这个 终生 等等 等等里面有什么呢 等等里面有因果 这个七十节 这个七十节 就是十节 山河大地 等等 就是这些 凡是讲这方面的 都叫做这个 这叫做这个 不了一的经 不了一的经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还是要 从两个方面去考虑 第一个是不符合神医地的道理 的经 都叫做这个 不了一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让我们 就不要过度的去执着 因为这些 因为这些都是假的 佛 虽然是说了 由因果 由轮回 菩提心 出力心 世俗菩提心 都讲了 但是呢 我们 暂时 这个暂时 它真的是 是一个因果关系 它是一个存在的东西 但是 从 从 佛的境界 或者从空性的角度 这都是不存在的 这个 都是不存 因果 轮回 这些都是不存在的 我们也不要认为 这个 因果 轮回 这些是 重继的真理 不能这样子说 没有一个 重继的真理 科学 哲学里面都在说 没有一个 重继的真理 说的对 我们佛法也这么认为 这个世俗菩提心 当中 就是没有一个 重继的 或者是没有一个 绝对的真理 都是暂时的 都是暂时的 这个是 但是这个暂时的 这个 这个规律当中 也有一个 也有一个真和价 真和价 这个是 时速的当中的 真和价 这个我们原来 讲的那种 时速的 有一个 正时速的 和道时速的 就是这个 正时速的 和道时速的 这是时速的当中的 这个 自然的规律 它符合这个 时速的的 那个叫做 正时速的 它符合这个 自然的规律的 正时速的 不符合的 就是 这个 道时速的 是不对的 是无中生有的 这些都是 这两个 两个道理 不符合的 都叫做 这个 两个 这两个都叫做 这个 生意 这个 都叫做 这个 不了意 比如说 佛经里面 我们举一个例子 有些佛经里面 有些佛经里面 说 有些佛经里面 说 地狱 地狱在哪里 地狱就在 这个 印度金刚座 菩提盖 就是在 印度金刚座的 下面 有多少多少的 这个 这个 深度 然后就是 地狱了 然后就是 地狱的世界了 佛是这样子说的 但是佛在 另外的经典当中 他就否定了 这个 这个不是这样子的 那是什么呢 地狱不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 不了意的说法 地狱不是 比如说我们 一个人 睡着了 睡着了以后 他做梦的话 那他这个 梦里面 看到的这个世界 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世界 本来是不存在的 如果要是存在的话 这个人 他就是在那里 做这个梦 就在那里 地狱也是这样子 一个人 比如说两个人 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地方 一个人称佛了 一个人就是 夺地狱了 那同样的一个房间 两个人在一个房间 一个就 两个人一个房间当中 死掉了 一个人就 死了以后 中英神成就了 另外一个就是 死了夺地狱 那这个人的地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房间 那另外的那个人 就成佛了 看到了佛的插头是哪里 也是这个地方 就是就一个房间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从比如说 他的亲戚朋友 角度来说 他们两个人的 亲戚朋友 角度来说 这就是一间房子 但是呢 多了地狱的人 看这个就是 地狱的世界了 成佛的人 看这个就是 佛的境界 佛的插头了 而生下来的 他的亲戚朋友 看这个就是 原来的这个房间了 实际上 整整的这个 这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佛经 它是不符合 不符合这个 逻辑的 这个不符合什么 不符合道理的 不符合什么道理呢 是不是不符合 这个生意底的道理呢 生意底的道理 当然不符合 不符合 但是呢 因为不符合 生意底的道理 所以它是在这个 所以它是不了意 那样子的话 那就 那就所有的生意底 所有的世俗底 都是 所有将世俗底的 都是成为不了意 这个不是这样子 我们是 讲世俗底的时候 看这个经典 这个佛经里面 讲的 它符不符合 这个世俗底 也就是说 它符不符合 这个我们现在的 这个自然的规律 不符合的 比如说刚才 地域就是这个 这个人